清晨,砰的一声,我家大门被撞开了,伯母带着三个堂兄,气势汹汹杀进来,赵秀梅,你这个桑门星,滚出牢里家,如果不是你,小叔子也不会死,小侄子也不会傻,都是你房的,伯母指着我妈破口大骂, 大嫂,你说什么,玉亭尸骨未寒,你就来欺负我们孤儿寡母,我妈眼泪婆娑,像风中一朵柔弱的白莲花,哼,村里二诸葛说,你是天煞孤星,皱死了公公婆婆,害死了小叔子,连生的儿子都是傻的,伯母满脸横肉乱颤,老院子里涌进了一群看热闹的人。 七嘴八舌,议论纷纷,有人还幸灾乐祸,还别说,自从李老二媳妇进门,接二连三,办了三场丧事,她公公死了,她婆婆死了,如今男人也死了,张二狗老婆窃窃私语,嘖嘖嘖,你们说说,这个赵秀梅会不会是真的天煞孤星,会不会影响咱们村子的风水啊? 李旺财媳妇撇嘖嘖说,我就说嘛,长了一副勾引老爷们的狐媚样子,娶这样的媳妇进家,肯定没好事,一个三脚眼的老太太嘟囔,把他们娘三个赶出村去,这样就不影响左邻右舍的运势, 伯母趁机煽动大家,对对对,干脆撵出去,这样的女人就是扫把星,不知谁在人群里起哄,抢倒众人推,竟然有几个人响应,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说什么我妈命格不好,不就是看我们孤儿寡母好欺负吗? 我爸去世,头七还没过完,贪婪的伯母就兴师动众,来抢占老院子了。 二堂哥一把将我妈推倒在地,就要往我们屋里冲,我妈气得浑身跟筛糠一样,嘴唇一直哆嗦,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我刚上初一,年仅十二岁,悄悄握起一把柴刀,像小狼崽子一样,恶狠狠地盯着伯母他们,六岁的弟弟智力虽然不高,也感受到了危险, 似乎知道娘保护不了她,躲在我身后,一生也不敢哭,还愣着干什么,把他们的东西扔出门外,伯母得意地命令几位堂哥,你们感动一下我家的东西试试。 二堂哥伸手就要扯我,我的砍刀挥起来,眼看要出现流血事件。 助手,你们欺负孤儿寡母,还是人吗?被邻居三爷爷,拄着拐棍,一瘸一拐,过来阻止了。 自家院里的三爷爷是抗战老兵,一条腿截肢了,三奶奶早已去世,她无儿无女,成了孤寡老人。 我妈心地善良,每逢炖肉,烙饼,都要给三爷爷送一份,我们两家关系很好,三爷爷是英雄,是领导都来,慰问过,又是长辈,自带一股凛然正气。 村里人都要尊敬几分,伯母还不敢明目张胆欺负她,伯母的脸色变换了几次。 他有三个儿子,早就想占了这片宅基地,好给几个小子盖房娶媳妇,他眼看就能得逞了,估计在心里大骂三爷爷。 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伯母挤出一丝笑。 三叔,您老人家误会了,老坟附近有两间窝棚,他们娘三个去那儿住,正好给小叔子守坟。 三爷爷,他就是想占我家的院子,那是两间草棚,四面透风,是村里看过原用的,根本没法住人。 我一语道破伯母的险恶用心,嘿,你这个小丫头骗子,大人说话,哪有你插话的范儿。 伯母用恶毒的眼神瞪我,无理走遍天下,有理寸不难行,我的声音清脆响亮,质地有声,三爷爷欣赏地看了我一眼。 这丫头说的,对,什么天煞孤星,都是胡扯,大家不要相信。 李玉婷,你怎么撇下我们孤儿寡母,说走就走了,你知道我们受欺负吗? 以后,我们怎么活呀?我妈在旁边哀哀哭泣,大家都是乡里相亲,不帮一把,也就算了,怎么还能落井下石? 何况,有几家还受过预言的恩? 三爷爷瞥了四周一眼,有些人目光闪烁,一直往后躲,驾秧子起哄的人,惭愧地低下了头。 还有你们,你们是他们最亲的人,反过来,狠狠欺负他们,你们的心是石头做的吗? 三爷爷怒斥伯母和堂哥,伯母很不服气,嘟嘟囊囊,想要还嘴,都瞎吵啥啥,散了,散了,日上三干了,你们不用下地吗? 村长姗姗来迟,哼,村长就是个老好人,他不想得罪滚刀肉伯母一家,这是看着三爷爷把局势控制住了,又站了出来, 伯母看着大势已去,带着三个堂哥,恶狠狠瞪了我一眼,不情不愿地走了,谢谢三爷爷,要不是您,我今天就,我毕竟还是个孩子。 背上出了一身冷汗,哎,丫头,你爸走了,你妈和你弟弟恐怕要靠你了,三爷爷叹口气,看着我的眼神很复杂,放心吧, 我们的日子肯定会越过越好的,我倔强地说,好孩子,你伯母一家,再来欺负你们,就去家里喊我,三爷爷用粗大的手掌,摸了摸弟弟的头,眼睛却看着我, 我使劲点了点头,按下决心,我要给我娘和弟弟撑起一片天,我小小年纪,已经认识到了人心险恶,也感觉到了世上的温暖。 分析一下,伯母和那些村里人,为什么欺负我们,原因有二。 第一,我爸有本事,他们处于嫉妒,看到我爸出事了,幸灾乐祸。 我爸弟兄两个,还有一个姐姐,一个妹妹,大姑远嫁到了外地,小姑嫁到了隔壁村,大伯自私自利,没有一点大哥的样子。 别看伯母扎户的欢,背后是大伯在捣鬼,大伯自私也没用,他依然是土里刨石的农民,我爸却有本事,三混两混,成了是电缆厂厂长,算是有头有脸的人,村里一些后生,纷纷去我爸厂里打工。 但是,当我们被欺辱的时候,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真的令人心寒。 那些年,我们一家跟爷爷奶奶住在老院子,大伯一家早早分了出去,我妈这个儿媳虽然软弱,但是心灵手巧,有一手好厨艺,针线活也很棒,对老人很孝敬,伯母是个滚刀肉,四处嚷嚷, 说爷爷奶奶天向小儿子,其实,当初分家,好房子好的,都让大伯一家占了,伯母生了三个儿子,尾巴都翘上了天,自觉腰板很硬,我妈生了一儿一女,弟弟的智力好像有问题,总是停留在三四岁。 我妈在村里种地,粮食和蔬菜都不用买,我爸挣着工资,我家的日子明显比别人好一大节,伯母非常气不愤,眼红得要命,总想找我妈的茶。 我爸在世时,他不敢,还想让我爸给儿子们找活干呢,我爸对侄子们很好,还把大堂哥带进了厂子当工人。 无奈,大伯家风不正,大堂哥小偷小摸,往外偷电缆,被人当场抓住,我爸只能铁面无私,把大侄子开除了,伯母到我家撒泼打滚。 他二叔,孩子不就是犯点小错吗?至于开除吗?我爸阴沉着脸,我不是你一家的厂长,侄子犯了这么大的错,没有被抓进去,你就庆幸吧。 从此,伯母跟我家更是结了仇。第二,我妈长得漂亮,我爸对我妈很好,有些女人极度地发狂,我姥姥曾是一位大家小姐, 不过,到我妈这一代,家徒四壁,一穷二百,我妈长得国色天香,性情温婉,有文艺气息,我爸是若珍宝,挣来的钱都给交给妈存着,还给我妈买了一堆新衣服。 我妈生了我弟,弟弟满月,发起了高烧,正赶上爷爷去世,家里特别忙乱,弟弟就职不及时,脑子烧出了问题。 伯母,伯母,极度我妈,因为她吃苦受穷,摸不着一分钱,还经常挨大伯的揍,她过不好,看我妈吃得好,穿得好,就气不打一处来。 后来,弟弟明显反映比别的孩子慢,数数超不过二十个,伯母可逮着机会了,度火燃烧,四处散播我妈的谣言,可能老天也极度我妈太幸福。 我爸出差,车不幸翻到了山崖下,得到噩耗,我妈当场哭昏了过去,我爸刚刚入土为安。 伯母就闹了起来,想趁机占了老院子的宅基地,心思实在歹毒。 后来,大伯一家想方设法,欺负我们,两家的田地相邻,他们故意侵占我家的田,每逢麦田浇水。 他们把我家的水引到他家去,几个大堂哥把牛粪、鸡粪、烂菜、叶子扔在我们大门口。 我家的大门还被砸坏了好几次,他们就是想把我们逼走,我们就是不走。 我妈胆子虽然小,但是很有韧性,忍辱负重,起早贪黑下地,养活我和弟弟。 我觉得,读书能改变命运,我一边拼命读书,一边帮衬我妈,拉扯我弟弟长大。 我考上了县一中,每逢周末,很少回家,跑到县城的饭店刷盘子,挣一些零花钱,贴补家用。 我妈送了弟弟上学,弟弟勉强能认几个字,但是数学一窍不通,还总是受欺负,只能退学了。 我意外发现,弟弟有画画的天赋,我非常欣喜,用打工挣的钱,给弟弟买了纸和画笔,让他天马行空,随便画。 我性格坚韧,目标明确,卧薪尝胆,悬良刺骨。 我以全线高考第一的成绩,考上了重点大学,学了法律专业,对敌人最好的回敬,就是把日子过得阳光灿烂。 我知道了生活的残酷,却更加热爱生活,伯母远远地瞧着我,恨得牙根直痒痒,我懒得理她,她只盯着村里的一亩三分地。 我的理想却在蓝天白云之上,我一边上大学,一边考虑怎么帮我妈创业,我是我妈最好的参谋,她觉得种地没出路,想在县城开一个服装店。 我妈对美的感知非常敏感,穿衣戴帽,新颖别致,我觉得我妈一定能行,建议我妈去最时尚的广州进货,一到寒暑假。 我就帮着我妈看店,我的直觉很正确,我妈的生意蒸蒸日上,她越来越阳光自信。 当年,大学生非常金贵,我一毕业,就进入到是法院工作,从小小的书记员干起,成长为一名年轻的女法官。 我继承了我妈的美貌,还戴着英姿萨爽,人们都说我是最美的。 女法官,我的春天也到来了,有一位富二代叫欧阳寒,疯狂追求我,我本来没想理会,觉得跟她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但是,她窃而不舍,爱我成狂,无论刮风下雨,都会接送我上下班,还不辞辛苦,给我送来热乎乎的早餐。 经过我暗暗观察,发现她品行端正,温暖,善良,也不娇生惯养,很有经商的天赋,心里有了一丝松动。 真正让我感动的是,她这个大少爷,对我的家人很好。 我妈已经开了三家服装店,她亲自帮我妈打理生意,她不嫌弃我弟弟,还帮我弟弟请了一位老师。 老师说,弟弟的画很有灵性,这样画下去就很好,只是缺乏一点正规训练,弟弟的画迹突飞猛进,欧阳寒还张罗着帮我弟弟开画展。 对于我的傻弟弟,他比我这个姐姐还操心,弟弟很喜欢他,画展很成功,弟弟的画居然卖出去两幅,一共卖了一万块钱,弟弟高兴疯了。 这是他第一次挣钱,我被深深感动了,我俩终于走进了婚姻的殿堂,我和老公是两条线。 我从政,他经商,我们互不干扰,又互相支持,我工作兢兢业业,勤勤恳恳。 业绩突出,多次被评委,执行先锋,优秀法官,等荣誉称号,直至成为法院院长。 自从我进入法院工作之后,伯母一家开始夹着尾巴做人了,再也不敢欺负我们了。 三个堂哥都没有出息,穷得叮当响,还觉得自己不含糊,整天招猫逗狗,神增狗宴,大堂哥,二堂哥,结婚后,又离婚。 后来,他俩一直打光棍,原因是游手好闲,好吃懒做,媳妇都让他们气跑了,三堂哥勉强没离婚,但是两口子整天打架,人脑袋打出狗脑袋。 这个小儿媳还特别彪悍,指着婆婆的鼻子骂,大伯和伯母玩警,凄惨,三个儿子都不养老,大堂哥,二堂哥,不是偷盗,就是赌钱,整天不着家。 大伯和伯母不得不养着孙子孙女,对了,大堂哥有一个儿子,二堂哥有一个女儿,三堂哥有两个女儿。 我们不用惩罚恶人,老天已经替我们惩罚了,我恩怨分明,一直念着三爷爷的好,只要有空,就带着我妈和三爷爷去旅游,直到给他老人家养老送中。 我没有刻意报复伯母一家,他们这样的人迟早会做死的,有一次,伯母哭着找上门来,扑通,一下,给我跪下了。 韩章,你救救你堂侄吧,他失手打死了人,我退后了两步,嫌恶地说,你是谁,我不认识你,伯母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直扇自己的嘴巴,侄女都是我不好,我做错了,咱们是最亲的亲人。 打断骨头连着筋,你渴得救救你侄子,原来,上梁不正下梁歪,伯母唯一的孙子不学好,老是打架斗殴,酒后闹事,失手把人打死了。 我板着脸说,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只能依照法律判决了,找我也没有用,伯母哭哭啼啼地走了。 早至今日,何必当初,愚蠢的父母和长辈,才教出做监犯科的后代。 大学刚毕业的时候,我妈生病,我辞职照顾了她两个月,出院后,我正在给她做饭,她突然说,你以后有了孩子,可不要指望我给你带哈。 我愣住了,她善善解释道,人家都说憨家婆带外孙,带得再好,还是别人家的孩子。 我吵着菜,一句话都没回她,后来我结婚生了孩子,她真的只在出月子时来看了我一眼,当天就回了家,她说家里有事,走不开。 我知道,家里屁事没有,是由我的表妹,而那个时候,为了给她治病,我几乎花光了我大学的所有存款。 表妹是我小姨的女儿,比我小两岁,她十二岁那年,小姨夫打伤了人。 表妹暂时被送到我家寄养,一住就是十多年,我们一家三口,原本是两室一厅,我一间,爸妈一间,表妹搬过来后,我妈把客厅隔出来,是一个狭窄的房间,靠着阳台。 我在心里一万个觉得,应该是表妹去住那个隔出来的房间。 可是,我妈看着我,极其失望地说,刘念念,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妹妹已经那么可怜了,你马上就要读高中了,你还能在家待几天,我把目光朝向我爸。 她只是内疚地看了我一眼,变装作不知道,然后就转向了电视机,最后我不仅让出了房间,还背上了自私的一个名头。 我们家就这一个阳台,平时要晾晒衣服,因此这个房间是没有什么隐私的,我就向我妈祈求要一张床罩子。 她说,你当前是大风刮过来的呀,你当我是捡钱吗?你就不能为我想想吗? 看着她生死历劫的样子,我没敢再说话,可是没多久,我看见表妹换了新窗帘,高二的时候,我数学成绩不好,眼看就要高三了,很多同学都在补课,我也想去补下这门课。 想了很久,终于鼓足勇气和我妈说,她先是愣了一下,后又问我多少钱,我说一学期两千块,我们班的老师私下不补课,其他班有老师弄这个,两千一学期,每周补两次,已经很划算了。 划算这两个,自向是一下子触动了她敏感的神经,你觉得两千块很划算吗?你是挣钱了吗?你可以说,这话,最终她还是没有给我掏那个补课费,我也结结实实地挨说了一顿,后来我才知道,我表妹中考没考好,我妈给她花了很大一笔择校费,那个时候我爸工作有些不顺, 家里经济紧紧,自然要开源节流。 我妈开始给我算每一笔花销,她说,你们学校的饭菜,早饭两三块就搞定了,午饭六元,晚饭四元,一天不到十五块,一月二十六天带学校,一月吃饭就给你打三百九十块,再给你添一些,给你四百五,完全够了。 你之前六百一月都没剩下钱 你以为我们家是有钱人家吗 就这样轻飘飘一句话 我的生活费从六百变成了四百五十 其实吃饭也够 但是我不可能完全不买其他东西 那个时候我开始意识到了钱的重要性 我基本晚饭不吃 午饭和一个家境贫困的室友和买一份饭 这样午饭可以省三块出来 晚饭可以省四块 一天可以省七块 就这样直到高三 无意间被教数学的宋老师知道了 他开始每天下午帮我补课 还不收我的钱 虽然我当时兜里没钱 但是我想我以后能挣的 我给他写了一张借条 约定高考后打暑假工还他 他将不过我 收了那张条子 每次还总是带很多饭 美其名曰说他吃不完 让我帮他 甚至偶尔给我地上一盒牛奶 也是喝不完 我知道他是维护我那可怜的自尊心 我们家的牛奶大多是给我表妹喝了多 我妈总是说他年纪小 你和他争什么争 他在长身体 我都这么大了 没什么长头了 因为宋老师的存在 我整个高三过得挺好的 我那个时候就在心里发誓 我以后一定要报答他 整个高三我和我妈的接触 只是买几本复习资料 找他要额外的费用 还有放假回家 表妹的妈妈回来住了两天 表妹和他不对付 于是他住了我的房间 这下好了 我连小隔间都没有了 我曾为了这个和我妈争论过 她只会骂我 你连人几天都不行吗 你觉得这个家是你说了算 我非常愤怒地想要冲出去 却突然可悲地发现 我连一个可以去的地方都没有 爷爷奶奶早就死了 最疼我的人早就没了 去外婆那儿 他们不过是再重申一遍我的小气 我只能站在那儿任我妈发泄 夜里表妹起来 我蜷缩在客厅的沙发上 四目相对 我们谁也没说话 他怨恨地看了一眼 小隔间的方向 然后突然说道 我有时可真羡慕你 我直视着他的目光道 我每天都很讨厌你们 到底还是年纪小 他在我的目光下 落荒而逃 很快高考结束了 我如愿以常考上了 心仪的大学 我在外面打数假工 白天发传单 晚上去火锅店帮忙 有天晚上已经是半夜了 我才忙完回到家里 那个时候我表妹已经是初三了 不小心将她吵醒 我妈也适时地起床了 看到我表妹楚楚可怜的样子 她说 大姨 我怕我明天迟到 你一定要叫我起床呀 我妈皱眉 双手互相搭着 一般她做这个动作 就是要开始骂我的时候了 我抢在她之前说 火锅店包吃住 明天我就可以搬出去住 她愣了一下 然后马上道 你这是什么意思 做给谁看 怎么了 我虐待你了吗 你要搬出去 她不依不饶地在那念着 直到把我爸也吵醒了 我爸踢了一件外套 眼睛都还没有完全睁开到 留念念 大晚上的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你能不能消停点 这都十二点了 我看着他们三个 多么像一致对外的一家三口 我没有说话 却控制不住 让眼泪出来 只能将头低着 我表妹看了我一眼 心虚地低下了头 我爹这时候 发现我哭了 过来安慰我 她呢呢的伸手 想要拍下我的肩膀 安慰下我 我快速地躲开了 然后逃一般地躲进了那个小隔间 那晚我一夜没睡 我走到阳台上 看着天上灰扑扑的月亮 如同我灰扑扑的人生一样 眼泪止不住流 我在心里发誓 我一定要给自己买房子 我一定要离开这个小地方 我要让他们都后悔 第二天早上 我的眼睛肿得有些睁不开 一开门 却看见我妈冲着我笑 她手里拿着一件粉色的裙子 我一眼认出 这是前几天 她给表妹买大了的 她伸手 想摸我的头 我反应灵敏地躲开了她 她马上变了脸色道 母女之间还有隔夜愁吗 都一晚上了 你还记恨我 我没说话 转身就要回小隔间 她却拦住 我道 就没有比你更小气的人 我没理她 她追进了小隔间 继续道 你知道的不是我 你小姨不会过得那么惨的 如果不是当初我帮她隐瞒 她怎么会最后嫁给那样的人 我心里有愧 别人不理解我 你也不理解吗 我妈一边说着 一边掉眼泪 我却已经麻木了 这件事我听她和我爸说了很多次 后来 每次我和表妹发生冲突时 她也私下和我说了好几次 我已经从最开始的动容 到现如今的满心麻木了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我心里的话脱口而出 其实有些后悔 因为争吵没有意义 刘念念 你怎么可以说这种话 我是你妈妈 我们是一家人呀 你怎么可以对我这样 我的那句话 好像让她一下子找到了发泄口 她情绪开始特别激动 昨夜的小插曲导致的 那一点点的小愧疚 很快就荡然无存了 她伸手打了我一巴掌 我有些没反应过来 只是隔了会觉得脸上火辣辣的疼 依旧没有说话 只觉得有些讽刺 因为我们的这层母女关系 她只敢欺负我 只敢对我发火 我妈打完我一巴掌后 先是愣住了 而后我们目光相聚 她突然极其怨恨道 你恨我对不对 你看你看我的眼神 我依旧和她直视着 最终她转身离开了这个小隔间 那条裙子被留了下来 我给火锅店老板打了个电话 说明要搬到员工宿舍去住 在争得她同意后 火速收拾了行李 那条粉色的裙子 我故意放在了客厅的椅子上 仿佛那是一份决心 我会一点点和你分离开 火锅店老板为了节约成本 宿舍是六人间的 我一搬过去 我下铺的一个年纪稍大的 阿姨就问道 你是外地的吗 我一点也不想谈论我的家庭 不说是也不说不是 她不好意思道 现在的小孩可真能干 暑假还出来打工 哪里像我家那两个 十七八了还爱撒娇 很普通的话 我却听起来有些刺耳 我在火锅店干了整整一个暑假 我感觉我已经浑身是火锅味了 拿了工资 第一时间洗澡换衣服 给宋老师打了电话 我们在学校附近的奶茶店 见了一面 他手里拎着个电脑包 我想宋老师可真勤奋 还没开学就开始备课了 他却将电脑递给我道 我给我儿子买了一台 他爸爸也给他买了一台 这不买中了吗 你要是没买就将就用了 他和之前一样 都是刚好 碰巧 可我知道这个世上 哪有那么多碰巧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我看着他 将眼泪死死忍住 他捏了捏我的脸道 小孩子 心事别这么重 我心一酸 想到我妈的态度 差点忍不住落泪 最终 在我的强烈要求下 他收了我的钱 之后 我给我爸打了电话 就回家了 有些讽刺 当时 我一个人拎着箱子走 现在 也是我一个回来 而表妹每次 去学校都是我爸妈送 进了屋子 我刚进小阁间 却看见两椅被收起来了 不远处放着书桌和椅子 上面还有一些初三的书 我的存在已被抹去 而我妈却还在 因为我回家的事 和我的表妹解释道 你姐姐很快就走了 她要去念大学 将就几天嘛 我的手脚在这一刻 变得冰凉 站在那儿 坐也不是 站也不是 我妈则不满地抱着被子 进来道 你也不提前打个招呼 搞得我慌忙得很 我嘲讽地想 我不是不该打招呼 是不该回来 打扰你们一家三口 自此 我去念大学 整个大学期间 就连过年 我都只回来了两次而已 我妈对此 只是夸赞道 念念都懂事了 晓得为家里减轻负担了 对此 我已然麻木 还好 送老师的儿子 和我念同一所大学 所以我们一起去报道 一路上也有个照应 送电脑那次 我回家才发现 老师将钱偷偷塞在了 我的书包里 一分都没要我的 所以我逢年过节 以及他的生日 都会送礼物 今年攒了一笔钱 想给他买个按摩椅 结果他又让江阳 给我带了很多 吃的喝的 还给我买衣服 从没想过 我的数学老师 比我妈对我还好 下楼时 我本以为江阳 会把东西就放宿舍楼下 结果他拿着东西 在楼下等我 我怕别人误会我们 给他带来困扰 于是撒谎说他是我哥 却不知道这件事 怎么被江阳知道了 他质问我道 我什么时候成了你哥哥了 我只是怕别人误会 我们的关系 我想了想同他解释道 他却突然肩发火道 怎么了 误会我们关系 影响到你谈恋爱了吗 我谈什么恋爱 你干嘛这么生气 虽然有些莫名其妙 但是我想着江阳平时 对我还不错 从不嫌我麻烦 于是尽量心平气和地 和他说话 那你编着理由干嘛 他说这话时 眼睛直直地看着我 我第一次被人那样看 有些不自在 知道我怕影响你啊 怎么你还盼着 我谈恋爱吗 他更加没头没脑了 我抬头望着他 满眼都是迷惑 他却恨恨地叹气道 刘念念 你这个笨蛋 自那以后 他开始对我更加好 宋老师没叫他带东西 他也会每天找我 还给我抢座位 天天带早饭 我感冒发烧时 他比我还着急 直接带我去医院 偶尔还给我送花 问他 他说他逛街看到 就随手买了 我有了怀疑 却又担心 是不是因为宋老师 他才对我这么好 但是却一直没敢开口 直到大三 有天夜里 我坚持回来太晚 下暴雨 手机已经没有电了 我在离学校几个站的地方 望着瓢泼的大雨 决定自己走回学校了 我将我的背包死死地抱在怀里 直直地往前冲 已经太晚了 街上已经没什么人了 远方还有雷电 我是真的害怕了 不停地跑 然后眉彩稳直接摔在了坑里 身上全是泥水 这应该是我最狼狈的一天 却恍惚间听到有人在喊我 刘涅涅 刘涅涅 我抬头见他自雨中 朝我奔跑而来 那一刻我的眼泪 再也忍不住掉落 幸好 这雨水够大 他看不见 江阳走到我面前 将我扶起 整个散朝我这边倾斜 我看见他的衣服都湿掉了 这一路他都是跑着来的 我甚至听到了他的喘息声 他披头盖脸地骂我道 你要是出事了怎么办 刘涅涅 你是脑子进水了吗 你能不能注意下安全 你就这么要钱不要命吗 就算你非要挣这个钱 不能给我说下你去哪了吗 你知道我有多担心吗 江阳是个话很少的人 但是他今夜叙叙叨叨地 说了好多好多 说到最后 他将我紧紧抱住 你多顾兮 你自己些好吗 说这话时 他竟带了一些祈求 我心一颤 却又带着难言的温暖 此时 学校宿舍已经关门了 只能住酒店 好在江阳开了两个房间 我暗松口气 却又莫名有点小失落 冲完澡后 我换了浴袍 他敲门叫我把脏衣服给他 开门后 他也是同样的一身 结果 不碰巧 竟然遇见了他们班的一对情侣 男生看着江阳说了句 兄弟可以啊 我想解释 但是人家已经进房间了 我想着完了 江阳却对我道 刘念念 你想我去解释吗 我现在就给他发微信 或者我发条朋友圈 把我的关系撇清 反正你不是一直怕别人 把我们扯在一起吗 我这就给你证明清白 他坐在我对面 极其冷静地说道 江阳 你可以找个更好的女孩子 我最终说了这样一句话 话从嘴里出来好苦涩 什么是更好 他眼眶微红 认真道 我觉得 你就是世界上最好的 那个听到这句话 我的心仿佛被狠狠撞了下 这是我第一次 被如此坚定地选择 我哭着抱住了他 他低头 像怕吓到我 轻人吻上来 吻着吻着 他却哭了 他说 念念我看到你过得辛苦 就想把你抱在怀里好好护着 他说 刘念念 你这个笨蛋 他说不会有什么其他人比你更好了 他们好不好 关我什么事 他单纯地抱着我 向我倾诉忠常 我静静依偎在他怀中 只觉得所有伤痛都仿佛在被缓缓治愈 最后 江阳亲了下我的额头 转身关门出去 我很开心 却又开始担心自己 到底是不是真心 担心宋老师知道会不会责怪我 他那样帮我 我却拖着这种家庭和他儿子搞到一起 还有 万一以后分手了 我脑子里想了很多很多 一晚上没睡 最后 早上眯了下 睁眼却收到宋老师的微信 开头就是江阳喜欢你 我很早就知道了 很早就知道了 江阳很早就喜欢我了 我希望你不要有负担 你喜不喜欢他 这都是你们两个的事 但是你们能在一起 我好开心 真的 我希望小朋友可以幸福呀 很简单的几句话 安抚了我所有担忧 眼泪猝不及防地掉落 退房时 江阳就开车在酒店门口等我了 我坐在车上 不知道说什么 只是不停地喝着水 他突然道 我是认真的 他的眼睛亮晶晶的 像天上的星星 即使月亮是灰扑扑的 但是有星星在 好像路也不是那么难走 我听见我的心脏扑通扑通的声音 他往前开着车 说完这句就没说话了 但是我看到他的手握方向盘握得很紧 他的额头上还有一些细密的汗珠 好 我们试试这一刻 我突然什么都不想去担心 只想和这个人在一起 谁知话音刚落 江阳突然将车掉头 吓我一跳 干嘛 还要上课呢 我急忙到 请假 我第一次旷课 我和江阳在学校后面的大湖旁边 风把湖水卷起一阵又一阵的波澜 我好像听到了自己的心跳声 他直直地看着我 我可以确定他的眼里只有我 我无法形容这种感觉 那一刻我的心不受我指挥 他将我抱起 大声道 我们在一起了 我们在一起了 我们会一直在一起的 那年冬天 我和他一起回了家 宋老师在知道我们在一起后 边哭边笑道 我就知道 我们很有缘分 很有缘分成了一家人 但可惜 和江阳在一起后 原生家庭的伤害 依旧没有彻底散去 我总在想 万一我们结婚了 我该拿什么和他匹配 经过斟酌 我放弃了乱七八糟的兼职 专心写网文和找实习 实习时 我进了业内排名第一的公司 却不是做技术 而是做销售 因为这个最赚钱 我们的销售是检测服务 一般人跨行很难 但我本身就是学这个的 事半功倍 所以领导们也很欢迎我转岗 工作期间 我几乎除去基本睡眠外 很少休息 忙成了一个不停旋转的陀螺 江阳一边骂我掉前眼 一边给我准备可口营养的宵夜 最后他实在看不过去了 给了我一张银行 卡道 这是我从小到大的所有存款 够不够让你休息一下 他说这话时 眼睛都发红了 他性子一向好 我从没见过他这么生气 但是我这样 本身就是想弥补掉 我们之间的差距 自然不可能 要他的钱 幸好 就在我的身体 快撑不下去的时候 我的小说 居然卖出去了版权 我拿着合同 去给江阳看 他只是心痛地 替我把散落在 脸颊的头发 别在耳后 然后用力地 将我抱住道 真好 你可以休息了 这一刻 我决定 以后就是他了 卖版权的事 只有宋老师和江阳 知道 我看着那笔钱 有些恍惚 感叹自己竟然 可以拥有这么多财富 可是我却不打算 告诉我的亲生父母 因为我已经不再信任他们了 我拿出钱 在市里买了一个房子 写的我和江阳的名字 因为父母岁数越来越大 所以我把他们接进市里 这样平时看病买东西 也方便些 把钥匙交给我妈的时候 只跟她说 这是我半生积蓄 是我能给她的全部 让她珍惜 她看着我时候 眼睛里透露出 满满的赞赏 她仔仔细细地 参观完房子后 夸我道 念念 你日子过得好好呀 江阳他们家 应该也有好几套房子吧 我皱眉 没答话 她自顾自说了好多 无非是说 我日子过得好 有学历又有钱 可怜我表妹 还离婚了 什么都没有 说着说着 她突然掉了泪 眼神悲伤地盯着我 要不 把这个房子 让给你表妹 她真的 过得特别辛苦 我看着她八戒的神色 脊背发凉 很悲哀 却已经没有眼泪 可以哭 你要是再有这样的想法 这房子 我就租出去 我拒绝了她 她就开始说我不孝顺 指责我从高考后 就不怎么回家 指责我上街 会挽着婆婆的手 却连签她一下都不愿意 我淡淡看着她 她从头到脚 都是我买的 可能是童年补偿 这么多年 我一直极力地想 证明什么 满足她一切物质 要求 而现在 只显得我像个大笑话 我再听见一次这样的话 以后就别见面了吧 赡养费 我会定期打给你 她呆住 似乎没想到 我会突然说这种话 我也懒得搭理 扭头就走 房子的事情办好后 我和江阳结婚了 七年前 在学校里 因为一顿饭 哭的我 绝没有想过 我会得到幸福 会和宋老师 及她的儿子 成为一家人 这就如同是 老天怕我撑不下去 给我的一颗糖 甜入心皮 只是我没想到 这颗糖后 还有狠狠一鞭子 表妹结婚不久后 就生下了孩子 全程是我妈 一直在照顾 我亲眼去见证 她们的母女情深 顺便打量了我妈 她如今也老了 性子软了 不会总像个炮炸 她的语气 染上小心翼翼 可说出的话 还是那么刺耳道 你别太介意 你看 你妹妹那么可怜 但你还有婆婆帮 多幸福 我没回她 只是讥讽地看着她 她恼羞成怒 你别这么看着我 我知道你一直 对我有怨气 你一直恨我 在说到恨这个字的时候 声音简直像是 从她的嗓音里 撕扯出来的 我垂眸 不想搭话 她见我没反应 停断了下 又继续道 就算我帮你带孩子 又怎么样 你也不会稀罕的 呵 还挺会自我安慰 我起身 走了 再没回头 不知走了多久 我发现我满脸都湿了 我自嘲一笑 仿佛被抽了力气 缓缓蹲下 一遍又一遍地告诉自己 没什么 反正早就习惯了 我现在过得很好 不需要她的爱 到了晚上 我像个孩子 使劲缩进江阳的怀里 一遍又一遍地问她 你会一直爱我对吗 她不停地亲吻着我 亲吻着我的脸 我的嘴唇 我的眼泪 然后在我的耳边不停地 念念 我爱你 我会一直陪着你 从那以后 即使离得很近 我也没回去看过父母 直到中秋节 我爸给我打电话 由最开始的试探 到后来的恳求道 我今年已经52了 你如今一年都不肯回来一次 假如我能活到70岁 我还能见你18次吗 你每次待不了两小时 算下来我们妇女的缘分 竟然两天都不到了 其实 这之前 她打过很多次变化 只是我每次都敷衍 这回 看着女儿好奇的眼 我还是带着女儿和江阳回去了 我不想让她遭遇我受到的痛苦 午后 我和我爸还有江阳在阳台聊天 我爸喝了喝茶道 念念小时候 可乖了 就是爱吃糖 那个时候 特别担心她长蛀牙 幸好没长 我看得出来 她努力地想找话题 但是除了很小的时候 可以讲出一些来 后面的 我们默契地都没有开口 看起来有些心酸 却突然听到女儿的大哭声 我忙冲出去 却见我妈在训斥我女儿 碎碎念叨 你不知道大气点吗 朱朱没有爸爸了 你什么都有 你不能让着点她吗 朱朱是我表妹的女儿 在孩子一岁的时候 她和孩子爸离婚了 一时间 我只觉得气血上涌 这话我已经听了无数遍 小时候是 她都没有爸妈 已经那么可怜了 你就不能让让她吗 长大了以后就是 你读了大学 你就不能帮帮她吗 因为这样 我每年都给表妹的烟酒店 介绍很多客户 没有要一分钱 哪怕她当着我妈面说 虽然表姐那些客户 没创造多大业绩 但是我还是要感谢姐姐的 我也没有计较 因为我说不到两句 我妈就会马上说 刘念念 你什么都有了 还同她争这些干嘛 可现在 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的话 用在了我女儿身上 凭什么 我女儿做错了什么 我把她带来这世上 是让她来受委屈的吗 我一时控制不住自己 大喊道 滚 给我滚 他们全都震惊地看着我 我将女儿抱在怀里 冲着表妹吼道 你也给我滚 这是我买的房子 你给我滚 我妈最开始有些被我吓到了 缓了一会儿忙道 你在干什么 大家都是一家人 这话她从小说到大 就这一句话 让我就像被点燃的炮仗一样 一家人 谁和你们是一家人 你们才是一家人 我她妈什么时候 被你们当一家人了 我眼睛里的泪水 将我的视线都挡住了 你怎么可以说这样的话 这是我妈第一次 在我面前红了眼眶 江阳伸手将差点站不住的我扶住 我指着表妹继续道 是我生的她吗 她爸妈不养她 关我什么事 她没读大学 是我不让她念大学的吗 她离婚 是我让她离婚吗 她可怜 关我什么事 你凭什么一次又一次这样对我 还这样对我女儿 你为什么你会是我妈 为什么你要这么对我 我到底怎么你了 为什么你要这么欺负我 为什么你们一家人 就不能放过我 我表妹在我的连番轰炸下 逃出了这个家 这个中秋节 将我们家的团圆毁得一干二净 我自此便再没联系过他们 可是这个世界很小 我和江阳在逛街的时候 我见到了我那多年未见的小姨 她被一个中年男人挽住了腰 江阳一眼认出 那是他们公司的保安队长 她很快去打听了 原来他们俩正在谈恋爱 保安队长即使人到中年 都还有几分样子 很是博得一众大妈的心 江阳从保安队长那儿得知 我小姨对她一片痴心 还说会搞套房子 他们一家人住 但是她吃笑道 那女人脑子不合适 她姐姐的房子怎么可能给她 还说她姐姐对她女儿好 会给 这再好能好过自己亲生女儿吗 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 真的有这样的事 对别人的孩子比对自己的孩子好 江阳给了保安队长一笔钱 大概在保护隐私的情况下 介绍了下情况 让她那边要是有什么情况 给她说声 真的被她弄到了一些信息 她把表妹母女的谈话录音 卖给了江阳 江阳最开始不让我听 最终还是挡不住我 我听着我表妹炫耀我妈对她的好 感觉血液都有些凉了 她说 只要她提要求 我妈都会满足 她说 我买的房子 虽然没有挂在她头上 但是她也一直住着 她从小享受着我父母的优待 长大后还住着我买的房子 凭什么让她占我一辈子的便宜 我不甘心 没过多少日子 我妈就给我打电话 她哭着给我道歉 我还想太阳是不是从西边出来了 她却道 江阳家里好几套房子 也不缺这套 真的不能把这套给你妹妹吗 她果然还是那样 我隔着电话道 你再说 我就把表妹赶出去 我知道她不会放弃 也没打算再搭理她 但是我想让她尝尝我以前的感受 没多久 我就过生日了 其实以前都是我一个人过 但是自从和江阳在一起后 都是和她的家人一起过 往年我都是故意把我爸妈屏蔽 因为我爸妈也就是给我打个电话 意思一下 然后我表妹过生日 她的朋友圈全是我我妈给她做的饭菜 发的红包 买的礼物的截屏 宋老师是个仪式感很强的人 生日的时候还会在家布置氛围 会给我准备惊喜 江阳也是 和大家一起过完后 还会单独再拉我出去过 将爸爸最好笑 每次都是给我一大打红票子 然后极其不好意思道 我就只有这个了 我今年把这些都发了朋友圈 配文道 我以前没有的 现在都补上了 结婚后的家人是老天对我最大的馈赠 被人珍重的感觉真好 还把以前屏蔽我妈的说说都打开 没事就在朋友圈里发个小作文 表白宋老师 今天看见这件大衣的时候 就在想我婆婆穿起来 一定很好看 果然 我以前是个不会撒娇的人 但是遇到妈妈后变得特别黏糊 这些表白 反而无心插柳 让我和宋老师的关系更亲近了 他时常笑眯眯地道 我以为特别想要一个女儿 老天爷真的给了我一个 我就是这么有福气的人 我妈在某天深夜给我发微信道 你是不是特别恨我 我没回她 第二天一早她就给我打电话道 你们婆媳关系挺好的呀 我回道 对呀 怎么了 没什么事就不能给你打电话吗 她哽咽道 我很不耐烦道 没有别的事 我就挂了 最终 我妈问了句 你就那么喜欢你婆婆吗 你们连血缘关系都没有 有血缘关系的对我很好吗 我反问道 你要我怎么对你 把心肝刨开给你 才算对你好吗 隔着电话 我都能感觉到 她的情绪激动 她继续道 你天天在朋友圈晒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妈死了呢 怎么我就那么见不得人吗 你在街上连碗下我的手 你都不会 你为什么那么记仇 为什么那么记仇 她最后放声大哭 我知道 说完了吗 说完我挂电话了 挂电话的一瞬间 我有些迷茫 明明我现在已经过得很好了 怎么还是那么痛苦 最近 我越来越试睡 现在又接了这么个电话 简直筋疲力尽 在公司的时候 还能强撑着 在家里 我无时无刻都想睡 有些时候 边睡边哭 我总是梦见以前的事 梦见我爸妈特别凶 梦见他们对我表妹特别特别好 梦见所有人都喜欢表妹 不喜欢我 梦见过年 他们发红包 都给表妹发 不给我发 其实也没多大的事 可是为什么在梦里会那么难过 我总是哭醒 然后江阳就在我身边 她总是很温和地道 饿了吗 我给你做早饭 后来 江阳说 带我去医院 我说忙完这阵再说 我再等 等我妈会不会真的这么做 我再像我自己正名一样 看吧 她就是那么疼她 我妈真的带着表妹去过户房子 他们让那个保安队长假装我爸 但是房子是写的我的名字 所以怎么可能 于是我妈在那里大闹 她给我打电话 我也没接 把那些录音 和我妈在房管所的照片 一起发在家族群里 里面有好多亲戚 然后 我挨了我妈 说我不欠你的了 我妈给我再次打电话了 这次我接了 你在哪 我们见一面吗 她说这话带着哭音 可是我的内心毫无触动 接着她又碎碎念叨 当初是我帮你小姨隐瞒 她才所托飞人 你妹妹才会过成这样 但我没想到 他们竟然这样算计我 我们是一家人 她痛苦地抱怨 这些话 以前冲我说 我可能有几分怜悯 可是现在 我实在是没有力气了 只是有气无力地道 和我有什么关系吗 念念 你到底怎么了 你怎么会变成这样 那么狠心地对我 她在电话那边急促地哭诉道 我只觉得不可置信 伤害她的是他们 最后又是我的错吗 妈 我常想 要是我可以睡一觉就死 该有多好 可是现在我有孩子了 我不敢死 你能别折磨我了吗 你回老家吧 那套房子我要卖了 我用尽全力 说了最后一句话 接电话的时候 我正对着镜子修眉帽 不知道什么时候 我竟然不小心用修眉刀割破了手腕 地上好多血 我的衣服上也都是 眼前越来越模糊 但我却好轻松 却发现地上好多血 我的衣服上也是 都是从我的鼻子里涌出来的 眼睛越来越模糊 我看见江阳朝着我冲过来 好像说句对不起 总是给她添麻烦 可是我实在没力气了 我太累了 我从医院醒来 趴在我旁边的是江阳 女儿就睡在我旁边 她见我睁眼 眼睛一下子就亮了起来 欢快地喊道 妈妈醒了 江阳眼睛里都是血丝 胡子都没刮 看起来邋遢得很 她以前是很爱干净的 我伸手 摸了摸她的胡子 她却反手将我握住 不停地用脸来蹭我的手 宋老师 见我们这样泪眼婆娑地笑了 然后拉着江爸爸离开了病房 临走说道 杨阳 有什么给我打电话哈 我的眼光贴见我爸爸在门口不远处 愁愁着 见我望过去 她试探着走了进来 女儿却像一只发狂的小狮子一样 扑过去道 坏人 坏人 不许欺负我妈妈 我爸的眼泪大滴大滴地掉 一个劲地给我说 念念 对不起 对不起 一时间我像国宝一样 所有人都在和我道歉 我抬眼看了 看我爸 用尽我全身的力气道 我以后可以少见你们一些吗 可是我真的见到你们 就好难过 为什么要这么对我呀 我是你们唯一的孩子呀 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说着说着 我又开始哭了 完全控制不住 我大口大口地喘气 女儿在旁边 极力地忍住哭声 爬到床上抱住我 瑟瑟发抖道 妈妈 你不要不要我呀 我会听话的 你流了好多血 我好怕呀 是我不乖吗 那你可以打我 骂我的 我不会怪你的 妈妈 我爸的眼泪大滴大滴掉 最后哽咽道 你不欠我们 是我和你妈对不起你 别为难自己了 不见就不见吧 你活着就好 我才知道 原来医生说我得了中度抑郁症 会伴随很严重的自杀倾向 自杀嘛 有过的 很久以前就有过的 但是以前是不敢 怕疼 现在有了女儿 更怕了 怕我不在这世上 但是医生说这是病 要吃药 不能说完全去靠自己 我了解了一些这方面的资料后 有些后怕 从医院回家 有些不知所措 万一我要是死了 我好对不起江阳一家 她本可以娶一个很好的妻子 心理健康 身体康健 陪着她一起和和美美地过日子 可是她娶了我 我成了她的脱油瓶 一直在给她添麻烦 因为生病 我的工作也辞了 我只能依靠于写文 可是我真的没有状态 又是一个不眠夜 我坐起来 拿着笔记本 不停写一些小灵感 可能是因为吃药的原因 我的记忆越来越差 这让我十分害怕 江阳站在我面前 第一次 发这么大的火 刘念念 你他妈的在干嘛 你是觉得 我连你都养不起吗 她额头上的青筋都出来了 眼眶通红 说着将我一把抱起 扔在了床上 然后趴在我的肩窝处 我感觉到她在哭 有些无措 她声音嘶哑道 我真的好怕 我好怕 你不在了 你好好活着好吗 对不起 没能在一开始 认识你的时候 就保护你 江阳是个嘴 特别硬的人 她很少说这样的话 我回抱住她 大哭道 对不起 我真的不知道 我要是知道 我不会和你结婚的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我不是故意要害你们的 我知道自己有病的话 绝对不会嫁给你的 对不起 对不起 我真的不知道 为什么会这样 对不起 我总是给你添麻烦 我在她的怀里 已经哭得快喘不过起来 她也哭 她一遍又一遍地 亲吻我的眼泪 和我说 对不起 我没照顾好你 对不起 我该早点出现在你身边 只是生病了而已 没关系的 真的 没关系的 我陪着你的 我会一直陪着你的 等我们一起把病治好 我们还要陪孩子长大 我们还有去到处旅行 我们还有好多地方没去过呀 刘念念 你会好的 你给我想好点呀 那一晚 我们相拥而眠 第二天开了一场家庭会 宋老师和江爸爸 给我看了他们的存款 还有我们家的房子 以及商铺 江阳的工资和收入 我是一直都知道的 但是之前 我一直怎么没花她的钱 这次在她一大堆理由下 我拿了她的工资卡 女儿抱着我的腿 仰头望着我说道 妈妈 我也可以少吃点的 妈妈做你喜欢做的事吗 我爸带着我妈回了老家 她没给我打电话 我将所有给表妹介绍的客户 都陆陆续续转移出去了 她很快资金链出了问题 店也开不下去了 房子我也卖了 我妈自己都被我爸带走了 表妹也没有免费劳动力了 她带着孩子去了其他城市 临走前 她给我打电话道 刘念念 你真狠 我还没来得及接电话 江阳就把电话 抢走挂了 我要把所有令你不开心的事 都挡在门外 我偶尔从其他亲戚嘴里听过 自从那次微信事件后 不光我表妹和我小姨没脸 我妈在亲戚面前 也抬不起头来 大家都在说 她脑子糊涂了一辈子 这是还传到了老家 平时她一出门就被很多人说 但只要她想见我 就会被我爸爸拦住 并且放话 她赶来见我就离婚 我爸也很久都没有联系我 但是她时常给江阳打 我偶尔能听到 她吃了吗 那个菜我肥料都没撒 那个鸡我拿纯粮食养的 给她炖汤吗 她有问过我吗 江阳看到我过来 就会马上把电话挂了 她生怕我的情绪再受到影响 又过了一年多 新年到 我爸问江阳 能不能让我录一段话给她 就听听我声音就好 我看着江阳小心翼翼的模样 亲了下她的额头道 我现在有你们 我什么都不怕 我给我爸打了个电话 隔着电话 我都感觉她没有以前有精神了 我们都心领神会的 没有提从钱 只是说说天气 老家的鱼塘果园之类的 我问她缺钱吗 她说她有退休金 还给我攒了很多钱 我让她花了吧 我现在已经不需要了 十年前的刘涅涅很需要 现在的我已经不需要了 我爸最后在电话那边哽咽到 已经说了这么多了 会不会影响到你 你叫我一生爸爸 我就已经满足了 念念 你要是不想想起我 就别想吧 我快速地挂了电话 泪流满面 我的状态已经好了很多 很少想到以前的事了 偶尔给大家做做饭 接女儿放学 江阳休息的时候 和她一起自驾游 我开始慢慢有灵感 写了一个故事 有一只小狐狸长出了九条尾巴 传说九尾狐的心脏 一直传说可以起死回生 她妈妈将她的心挖了出来 喂给了她快要死的妹妹 九尾狐逃出来 就快堕膜 被一个普通人类就走 那个人类什么都没有 但是她把她的心脏 分了小狐狸一半 小狐狸有了人性 江阳问我后来呢 后来才知道 小狐狸的妈妈 是被执念所化的魔幼岛的 小狐狸也差点着倒 但是因为那半颗心脏 她有了人性 那她原谅她的妈妈了吗 江阳问道 原不原谅都无所谓了 因为小狐狸 已经有了她最重要的人了